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事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觉力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那上回书我们说到呢 这文嫂子是来到了林太太家 就准备给西门庆两个人签馅拉皮条嘛 简单的交流了之后 这文嫂子是一面吃了茶 嘴上呢 当然不能闲着嘛 这个眉盆就是靠嘴 这个赚嘴头的这个钱的 所以说就问道 说三爹在不在家呀 指的就这王三官嘛 那这林氏呢 就回答他 说他呀 这小兔崽子真是没啥正情 这连续呢 又是两夜没回家了 这一直搁这妓院里边吃喝嫖赌的 天天就在那睡了 连家都不会 这整天呢 跟着那帮子人 这个不正经的 不三不四的胡鹏狗友 就在外边是棉花卧柳啊 你说把家里边 花一般的这个媳妇 就撂到家里 你说多可怜啊 这边根本都不顾 你说我这 我这当娘的 我心里边都觉得过意不去 那当然才说 一个欲望特别强的 自己本身就出去卖嘛 那然后还瞧不起儿子 天天跑外边去玩去 这个事就显得很夸张了 当然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啊 去抨击啊 这个时代和那种社会啊 那说文嫂这边就又问 你说那三娘我怎么也没见着啊 就说这小媳妇在哪啊 也没瞅着 林太太说啥呢 说她还在房里待着呢 还没处来呢 于是这文嫂呢 一看是四下无人 啊 一看说这我这有好事 我得说呀 说啥呢 说这不要紧啊 太太 您啊 宽心 小媳妇我这呢 倒是有一门路 能帮你把儿子救赎出来 把边上这坨人呢 全给他们打散了 三爹呢 到时候也让他好好收心 再也不去妓院去了 这样不就能回家陪媳妇 回家给你做孝子了吗 所以说太太呢 你想不想听 如果你能容我说 我就把这话讲了 如果你说不容我说 那我就不说呗 这个话很明显都要说嘛 那谁听了这话能说不容你说呢 这林太太果然说 说那你说呗 你什么时候说话我不依你了 你有话 但说无妨 那咱说文嫂就开始说了 哎 我给你介绍一人啊 这人是谁呢 是县门前的西门大老爹 如今呢 是在这提行院 坐着这掌刑签户 家里边坐买买 什么买买呢 坐着放管理寨 那而且呢 额外还开了四五处的铺面 什么铺子呢 有段子铺 生药铺 绸卷铺 融线铺 那外边呢 还有江湖走标的 各种各样的船 在这扬州呢 还犯这个严隐 在东平府上呢 也是纳香辣 这伙计啊 这个几十号 上百号 拿人特别多 你看第一夸 夸西门庆有什么呢 有钱 当然他不夸 我们其实现在也不知道 究竟西门庆板板 坐的有多大 因为小居一直也没给各位梳理 正好借着我们文嫂的这个口呢 把这个话就全都交代出来了 这不说不知道 一说真的吓一跳啊 你看看我们的大官人 在泡妹子的同时 身后的买卖 那真的叫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啊 于是第二夸就又来了 什么夸呢 说东京的菜太是 是他的干爹 朱太尉呢 是他的位主 这宅管家呢 是他亲家 咱说这府上呢 巡府啊 巡安啊 都跟他相交 包括这知府知县呢 那就更不用说了 你省长关系多好 市长关系能不好吗 这第二层夸 夸的是什么 就是西门庆的权 权是啥呀 护身符嘛 能照着他 第三夸又来了 第三夸夸什么呢 说家里边是田连千墨 叫米烂成仓啊 身边除了有大娘子 乃是这清和 左卫无千户之女 剩下什么天房啊 这个呃 各种各样的小媳妇 就很多了啊 啊 包括呢 这家里边的房头 穿袍的也有这五六个 就指着这些妾嘛 像潘金莲啊 这个孟玉楼啊 等等这种的级别 以下所谓的什么歌舞女啊 得宠的侍妾啊 这都不下数十个 今儿咱这西门老爹呢 也不过才三十一二岁的年纪 咱说正当壮年吧 就说老爷们的年纪 应该是到三十五岁 才是逐渐走下坡路 所以说在三十一二 那正是风花正茂的时候 那身材呢 也比较高大 长的呢 也是一表人才 而且这哥们还有一癖好 什么癖好呢 是吃药养龟 吃药养龟 养的什么龟啊 这个各位要听得懂啊 那其实养的 就是他那驴大的行货 而且呢 这哥们还叫灌条风情 啥都懂啊 这个男女知识呢 就有点像现在 咱们说的这个什么 garden finger 是吧 这个夹腾鹰啊 这个手法呢 也特别厉害 功夫呢 也特别棒 除了这些床上活好之外 额外还有 还有啥呢 会下棋 什么双路啊 象棋啊 各种各样的东西 无所不同 包括啊 什么这个猝菊啊 踢球踢的也好 那是无人不小 你看这第三层说出了什么 第三层说出的东西就太多了 一夸西门庆身体好 身体棒嘛 这个是基础 那第二点夸的是什么 有情调 会玩 第三点说的是啥 女人多 女人多 各位不要以为在那个年代是什么坏事啊 其实尤其对林太太这种人讲 那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意味着西门庆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所以说勾引林太太呢 这是足够的一种话说啊 额外又夸了 说这珠子百家呀 什么拆白道字啊 你看吧 这所有的东西都会 是吧 所以说是百灵百利啊 真的是一个特别猛的一组 那额外咱说呢 听闻 咱们家 那也是世代大家 根基呢 也不浅 也特别棒 所以说三爹 他呢 在外边有 也是有这个武学的意义啊 西门大国人人就想跟我们家有相交 过来呢 有一些来往 因为觉得你比较厉害吗 我跟你交好 说白了 能占一些便宜吗 能得一些好处吗 所以说 你是吸引了他 其实我们从这能听出来啊 谁吸引谁啊 这完全是属于一种彼此吸引的状态嘛 那这边说西门庆听说太太您呢 这边也是要过生日了啊 这个 而且呢 你也比较喜欢交朋友 所以说一心呢 就想过来给太太来拜个寿 小媳妇 我这边呢 也跟他说了 所以你看这是第一次见面嘛 你第一次见面太唐突 也不合适 等小的呢 我过来也跟林太太您说一声 让您给个答复 您觉得成呢 我那边请西门老爹 是过来相见 说今儿呢 如果说太太 你这个不想交使啊 或者说你不想认识她 那就 那咱就算了嘛 对吧 这个倒也无所谓 那当然 说了这一番话之后 搞得这林太太自然心圆一马的嘛 那心里边那真的叫小路乱撞啊 因为咱说 首先 他对于他提供这个色情行业 或者说他出卖自己的肉体 是因为他的兴趣和他的爱好 他本身他就想 所以说呢 他一听说西门庆又这么好 有那么多的优势 那么多棒的地方 那自然是心旷神怡的 就想一身去尾于我们的西门庆的身上 那被他的这番话一说啊 他搞得真的叫意乱情迷 那这边就问这个文嫂 说你看 这样 这也不熟 是不是不太好 是不是这个不太合适 太唐突嘛 我这毕竟是 这个人妻嘛 对吧 那于是呢 这文嫂说 说不要紧啊 我有办法 说这个事不要紧 我呢 到时候就跟西门老爹说 我说啥呀 说太太您这是有事求他 求他呢 这个我们要到这个提醒院啊 去告状 对吧 这个告谁呢 告引诱我们王三官 引诱三爹的这些人 提前呢 那你想我这个去拜官嘛 这个那我自然跟这当官的 先交流一下啊 私下的会一下 这也没问题啊 所以说咱们这么说 我去找你西门庆办正事 那你借机会 你俩不就见面了吗 而且呢 是冠冕堂皇的见面 他说林太太一听激动 说你看看 这朋友真是帮忙 帮的到位 这文嫂子 不仅替我牵线拉桥 而且呢 帮我铺平道路 那真的是好员工啊 所以说这种员工呢 一定会被用好 那我们实际上说 现实社会当中啊 什么人活干的比较明白 什么人活干的比较好 其实也是像文嫂子这种 你领导有想法吗 领导想做一些事 你一问员工 员工我不知道 领导你咋说我咋办 这种员工是吧 领导要你也没什么意义 所以说啥员工吃香呢 是领导啊 想吃肉 你就告诉他 这肉我怎么给你弄来 领导想打麻将 你就告诉他 这麻将群 我怎么安全的给你织上 这是一个 现代好员工的标准啊 当然可能各位听到这 会觉得有一些小姐啊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 积极的看待这个 正经的好工作上嘛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 那咱说文嫂呢 此时也是讨了这妇人的这种事意 就认你行不行吗 那能不行吗 当然告他 就赶紧去找 那这文嫂呢 是讨过了这林太太的室下 那连忙嘛 也这边心里着急啊 得跟西门庆过去去说去 一是呢 就来到了这次日的午饭时分 就走到这西门庆的宅内 跟这西门庆啊 这个过来来说这事 那此时过来的时候呢 发现西门庆正在这对门的书院之内坐着呢 那忽然的戴安跑过来来报告嘛 说这文嫂来了 那西门庆听了之后就知道咋的事了啊 这文嫂来了 估计那头林太太那是有话了 那咱说西门庆听了之后呢 这赶紧小步快跑嘛 就跑到这小客位 另左右呢 也是把这帘全都给放下来 咱说过了一会儿呢 这文嫂是进入里面 那这边也是磕了头 咱说啊 这戴安是比较知局啊 这知局呢 是古话 换句现代话说啥意思呢 就是动球啊 知道这要说私密事了 我不能在这过来参合 于是呢 这戴安自己就走出去了 那文嫂上前呢 就把这林氏啊 怎么说的 他俩怎么交流的 和这西门庆呢 好顿的说了一番 他说我见着这个 我们的林太太 我就跟他说了 说我们西门老爹 这人品多好 家道呢 多么的殷实 而且呢 是怎么的结实官府 在这个官场当中呢 多么的有地位 多么的霸气 而且为人呢 是仗义书才 风流倜傥 那说的呢 这林太太那是千恳万恳的 那就巴不得 现在就跟西门庆 好好的云语一番了 于是呢 两个人也是约定好了 约定好了呢 到了明日的晚间 说这王三官 这三爹是不在家 那这个时候呢 他会在家中设宴 说假以说人情为由 找着西门大官人 到家中呢 去悄悄的约会 西门庆听了高兴嘛 是这 这事办得好 那呀 漂亮 帮我呢 又报得一个美人归 于是呢 这边也喊过来 这个戴安 跟戴安说呀 说去 除了拿点银子 再拿两批绸缎呢 去重重的赏我们这个文嫂子 那文嫂子自然收了礼物之后 人也很开心吧 这文嫂子就跟西门庆说呀 说这样 说西门爹呢 您明儿个要去 你啊 也别去的太早 这大白天呢 你去也不方便吧 你啊 就等着这掌灯时分 这街上啊 都没啥人了啊 静悄悄的时候 你就打他后门手 有一个叫做 扁石像的 这个地方 从那过去 他后门旁边呢 住着一户人家 这户人家呢 姓段啊 叫段妈妈 那我呢 到时候会在这个段妈妈家 等着西门大官人你 爹到时候 你来的时候呢 直接啊 派一小司 过来呢 敲敲门 我呢 就出来接着西门爹你 我再给你引进 进这王三官的家 去到他家呢 找这林太太 这样呢 就人神不知鬼不觉的 也不会让街坊四林呢 就全知道这事了 就比较方便吧 啊 西门庆说 说明白 人家这大门大户的嘛 我这跟人家去 说不好听话 跟人家去搞这男女之事 不太广彩啊 所以说这事呢 你放心 我也知道怎么办 你明儿的呢 先去 但是我跟你说啊 你可去了 你在那多待一会儿 你别傻说 我去了 你再不在啊 我肯定是如期而至 说完之后呢 这文嫂 是拜辞而别 那就又回去 跟这林氏啊 去回话了 说没问题 西门大官人呢 明晚是肯定过来 你俩呢 必成好事 那西门庆那天晚上呢 知道了第二天 说我这得好好玩嘛 所以说当天晚上呢 就到了这二房太太 李娇儿的房中去休息 咱说呢 这一宿也无话 那挨到了第二天早晨 是养精蓄锐 那我们想 为什么每次西门庆 要养精蓄锐的时候 都跑李娇儿呢 其实这里边几个原因啊 首先我们讲 李娇儿是姚姐出身 他以前就是妓女嘛 那所以说呢 肯定也是这个 怎么讲 就是活比较好 西门庆呢 当年也会比较喜欢 但是我们要说 这叫啥 昨日黄花嘛 你现在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得宠了 所以说每次到李娇儿这住呢 其实对他来说 就是叫例行公事 例行公事呢 但却不干活 但是这是属于 作为封建社会当中啊 为了维持自己家庭内部 这些媳妇儿的矛盾 所必须要采用的一种方式啊 那其实说白了 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内眷 或者说内宫的这种相对的安稳啊 每个房间呢 你都要这个雨露均沾嘛 那咱说 来到了第二天上午的时候呢 这西门庆 也是带着这白中的镜金 跟着这应伯爵骑马 是往这谢袭大家 去吃这生日酒去了 那咱说这席上呢 也是找了两个卖唱的 这西门庆呢 是吃了几杯酒 约磨着这时间 到了这掌灯时分 那就淘息自己跑了 那当然我们说 淘息这种事啊 你不要以为光是西门庆干 实际上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 我认为在现实生活当中 有绝大多数人也是在这么做的 为什么 因为你利用淘息 其实是可以打一个时间差的啊 因为很多事是不方便跟别人说 说我干什么去了 所以说呢 一边我们要拿着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 说我在这边办正事 那其实暗地里呢 自己悄悄的啊 是已经逃跑了 已经跑出去了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西门庆是躲到了脚门 自己溜了 骑上马 跟着这戴安 秦桐两个小司 在后边是颠拉跟着跑啊 那时呢 约是到了这十九日 咱说这个时候呢 这月色啊 也是比较朦胧 那这西门庆呢 尽管月色朦胧 还是戴着这个眼纱 是从大街上走过 那你想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眼纱呢 除了一种时尚的装扮 另外呢 我认为还有一种 类似于现代墨镜的那种功效 你说天都帮黑了 你还戴着墨镜干嘛 其实和现在啊 很多那个明星 大腕 一出门 大墨镜啊 下边大口罩一戴 为啥 就是怕人家看着嘛 怕人家看着我西门庆 哎呀 悄悄的跑人家 这个小媳妇家去了 这事他不合适 所以说呢 给自己也是乔装打扮 好好的伪装一番 那竟穿过 这个叫扁石像 那来到这王昭宣府上的 这个后门 咱说那个时候呢 天其实还不是很晚 刚刚是掌上灯 所以说呢 这街上啊 其实 星星亮亮的也还偶尔有那么一半个人 那西门庆呢 这一块 觉着已经到了这王娟 王昭宣府上的后门啊 离得不远的时候呢 自己就把马勒住了啊 先前呢 就派这戴安 说你啊 先去敲敲这段妈妈家的门 看看他在没在 让他赶紧出来带我去 别让我在街上 等得久了 这不合适 那究竟西门庆 这一番啊 是否能和我们的林太太 玩好这男女的爱情故事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